一提到以色列料理 最经典的就是鹰嘴豆 这个台湾人陌生的材料 一粒粒灰色小小的豆子 经过浸泡与熬煮之后 变成玉米一般的黄色 再加入主厨秘制的香料配方 打成绵密的泥状 出餐前加入橄榄油 花顺百搭的鹰嘴豆泥就完成了 这在以色列可是家家户户必备的料理之一 有很多以色列 这个是铁嘴豆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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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做到这里 点一份鹰嘴豆泥的时候 就会附一个铁嘴豆泥面包 那他们的吃法是 你可以把它撕开来粘起来吃 你也可以从中间把它整个撕开 它会有一个口袋的形状 把鹰嘴豆泥抹在里面 把法拉肺中东酥菜酒包在里面 当成山明治吃也可以 另一个来到这里绝对不能错过的 就是法拉肺 外观是经过油炸的一颗颗深色小圆球 而它其实就是中东版的蔬菜球 但因为同样使用了铁嘴豆泥作为基地 加上道地以色列手法制作 有着令人难忘的独特风味 法拉肺也用铁嘴豆 还有加很多蔬菜 像巴西利啊香菜 都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香菜 洋葱去混合而成之后呢 它有特殊的工具 把它做成一个球一个球形状 下去炸 炸出来都是外面酥酥的 会吃到有点颗粒的口感 然后你咬一口之后 里面会都是绿色的 然后里面其实是蛮软嫩的 然后也搭配了大量的蔬菜的香气 以色列籍的老板跟着代产的老婆 回到家乡台湾 没料到遇上新冠疫情肆虐 就这样呆了下来 而后来因为四面家乡味道 遍寻不着 决定自己开餐厅 用跟母亲学习的食谱 介绍这个神秘的国度 我很喜欢做 但是我不是Chef 我是工业 工业工业 我之前不是做Chef 这是我第一次 他想要提供给高雄这边的朋友们 以色列的食物 就是像他平常在家 以前在特拉维夫的时候 就是中午如果工作休息的时间 午饭的时间 下去其他地方买的食物 是一样的东西 最后老板娘提到 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老板就是煮了另一道 以色列国民料理 番茄炖蛋请他吃 两人因为美食而结下缘分 来到台湾后也开了这间餐厅 就像是命中注定一样 让这段美味关系继续延续 记者邱玉婷采访报道